原住民主委员会的主委一叫巴洛来到花莲 勘查了吉安乡小台东文件站 还有万荣乡新白阳文件站 听取文件站长照服务规划还有空间运用 当场就核定新增这两处文件站 同时他还表示说 111年度 人民会再核定了5462万元 要改善文件站的硬体设施 提供长者高品质的照顾服务 部落照服员详细的简报说明 未来文件站执行计划和工作内容 现场包括了原住民主委委员会主委一将巴洛 立委成云 立委政天才 还有多位原住民的先议员以及代表都在场聆听 针对各个部落文件站建制的困难 主委一将巴洛表示 会协助不同部落状况来做事实的检讨与改善 今天特别来我们的小台东吉安这个地方 主要是亲自来看一下 他们设立新的文件站遇到了什么问题 那今天来看以后 主要的问题是这个小台东这个部落呢 目前还没有比较适合的这个 达罗案 就是聚会所 所以他们希望用民宅的方式先做文件站的设立 那这个部分呢 我们也是专案来做核定 因为在花莲也有一两个案例是因为公共设施欠缺的问题 我们就先让他们在民宅来做文件站了 所以今天我们就经过来听简报以后呢 我们会核定小台东为我们新的文件站 这次先帝会开 原民会当场同意花莲吉安小台东 和万荣新白羊两处文件站的建制申请 并表示今年度 原民会再编列高额预算来改善文件站的硬体设备 新的文件站 很多设施都需要改善 包括我们长者的无障碍的空间 包括厕所 冷气 甚至是体能的这些设施呢 都要必须要再采购 所以我们今天也同时核定 全国49个文件站 大概要用5400多万的费用 来做补助 所以要再次谢谢我们的立委 在立法院长期给我们的支持 也希望我们的全国的照服务员 能够好好的善用这个经费 来照顾我们的长者 原民会表示 从106年到现在已经运用超过10亿元 建制429个文件站 未来会持续和地方政府改善各项基础设施 强化照顾品质还有服务内容 要营造部落长者健康的生活环境 这里会简箱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